來自世界各國的熱氣球接連起飛 重力場面出現在台東陸野高台的天空 其中這顆愛心形狀就是來自台灣 還有各國的造型熱氣球 也超吸引眾人目光 來自美國的這顆斑碼頭 還有英國的小男孩氣球 都受到大小朋友的喜愛 這次活動總共吸引3000名遊客到場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來到台東 一起搭乘熱氣球 另外一項特別的活動 就是網路知名漫畫人物米粒大叔 也在今天入籍台東成為台東人 正式擔任觀光代言人 歡迎米粒大叔 然後也相信跟他一起合作 可以把我們台東做更好的行銷 甚至於到國際上面去 除了16顆熱氣球 同時升空的壯麗美景之外 在傍晚6點陸野高台 也會舉辦開幕光雕音樂會 這場盛事會持續到8月9號 預計會為台東帶來滿滿的人潮 這也許一路領域會台東採訪報導 在偷師行動 小启獨真的是